阿姨文貴 阿姨文貴 對 Ö 呃 謝謝院長 是不是麻煩請行政院院長 再請 再請佐志願長被選 復議案的提出上一次是在十年之前 這個是非常嚴肅啊 的憲政問題 只不過 今天只有十分鐘 我具體的要請教啊 我非常的遺憾 我們的行政院已經成為了假訊息 散播的中心 充斥著假訊息 這是行政院所提出來的七大複議原因 藉由行政院的院會 散播這個圖卡 到台灣每一個公民的手上 我要第一個請教啊 昨院長的事情是 你們說 懷疑公務員虛偽陳述 就可以刻意行責 請問 目前所通過的法律 有哪一個懷疑公務員虛偽陳述 就可以刻意行責 請說明 法律案件 法律內容 我請部長說明 各位委員報告 那個 刑法第五章之一 那個編民描述國會罪 以及那個刑法141條之一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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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立法院通過的這些條文 這個 這個是 委員知道 這個 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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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跟調查不一樣 質詢也不是檢案辦案 也不是法官辦案 所以呢 來我先請教一下部長啦 不要移轉問題的焦點嘛 而且那個 在這個法條上面 哪裡規定 華宜就可以刻意行責 是不是 看我們希望那個 是特定的犯罪事實 部長 部長 你要講話 院長要講話 我一定給你們時間啦 但請不要插嘴 我現在具體的問題是 你們說懷疑就可以刻意行責 我具體的請教部長嘛 檢察官懷疑官員虛偽陳述就會起訴嗎 這是起訴的門檻嗎 是嗎 起訴沒有是有犯罪行李說他就會起訴 但是 但是這一條的法案 第二個 法官或懷疑他虛偽陳述 就判他刑責嗎 這個是我們法官 在認證犯罪的標準嗎 被移送偵辦 被移送偵辦 有接受法院這個審判的危險 但是我們 來先停一下齁 你們的圖卡是說 懷疑虛偽陳述就會刻意行責啊 什麼叫刻意行責 那是判刑不確定嘛 檢察官會因為懷疑就起訴嗎 法官會因為懷疑就判刑確定嗎 來請教院長 這個明顯 就是違反了 法律明確性的原則 先停一下齁 你們在圖卡上面 等一下會不會違反法律性明確性原則 我們等一下進一步討論吧 你上面不是說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齁 你說懷疑虛偽陳述就會被刻意行責 你懷疑的基礎 要在有代證事項的前提之下 是 代證事項它有沒有虛偽陳述嘛 那這個代證事項有沒有虛偽陳述 是不是法官判的 是還是不是 是主觀認定的 是法官主觀認定的齁 所以按照院長您的說法 在立法院裡面 是立法院可以行責還是法院可以行責 立法院不是司法機關 對 你說的沒有錯 立法院不是司法機關 所以我們才需要檢察官起訴 才需要法院判刑嘛 現在中華民國的法院 有哪一個 對於你剛剛所講的代證事實 構成要件 虛偽陳述 是只要懷疑 就可以被判刑確定 這很嚴重耶 說清楚講明白 不要再移轉問題的照片 立法院也不要這樣子做 我們是希望這樣子 重新審査 條文內容的文字 好 所以啦 是沒有辦法回答 你們自己所散布出來的假譯 我已經回答了 是你沒有聽到 我已經回答了 你的回答是什麼 中華民國的法院 因為懷疑就會刻意行責 委員我們在講 這是中華民國的立法院 中華民國立法院 不會刻意行責啊 只有中華民國的法院 只有中華民國的法院會啊 中華民國的法院 但是 這個懷疑 中華民國的法院就會刻意行責喔 這個懷疑就是主公的認定 立法委員不是檢察官 對 報告這會造成很大的 含詞調議 所以起訴的不是立法委員 起訴的是檢察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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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察官會因為懷疑有起訴嗎 來請教部長 但是被追究 被調查 被偵辦的話 這對觀點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危害了 對 你可以這樣講 但你不可以說只懷疑就可以行責嗎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施改國事會議 你們那個時候 對美國的法院 我在講話你一定要插嘴嗎 院長可不可以控制一下時間請暫停 這樣子秩序沒有辦法進行 院長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時間暫停 我都會給他們時間回答 對比時間暫停 是 我有請求王國 讓我講一句話 我有請求 我不是直接的插話 這是禮貌尊重 沒有關係啦 剛剛有直播 你到底是插話還是有請求 部長有沒有針對問題回答 全國人民透過直播都看得到 是不是可以請院長主持一下秩序 時間暫停 跟黃委員報告一下 跟院長報告一下 也跟所有的委員報告一下 全委員會所有的尋答 用疾問疾答方式進行 委員與官員共同使用尋答時間 那麼委員尋問完畢之後再由官員來答覆 因此請委員跟官員彼此互相尊重 也請官員特別拜託不要有搶答的情況 黃委員請繼續 好 謝謝院長 來進一步請教 斯卡國市會議法務部 所提出的會議資料 依照美國聯邦法十八條 USC一千零一條的規定 在國會 為虛偽陳述的時候 除五年以下有期突襲 來請教一下院長或部長 這樣子美國法的規範 依照你們的標準 有沒有違反法律明確性 有沒有違反政黨法律程序 任何政府官員在這個地方 不實虛偽的陳述 都是他個人的政治智商 對不起我現在在請教你 這個有沒有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請你針對問題回答 我們現在在討論的是 你的職權刑事法裡面的文字 違反法律明確性 不是在討論美國聯邦的法律 我為什麼會援引這個 因為他的法律構成要件 跟我們寫在刑法144條之一 就一模一樣嘛 所以我才問你嘛 依照你們存在的 不好意思 院長 這樣子我要怎麼質詢下去 我問題都還沒有講完 部長就要插嘴 干擾我的質詢 沒有關係啊 我們都是法律人 依法論法 把事情講清楚就好了 來 這個過程要件 依照部長 您精湛的法學素養 請教一下 跟我們所通過的刑法144條之一 哪裡不一樣 請說明 哪裡不一樣 我們是五權憲法的國家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國是五權憲法 他們是三權分立 所以 他們那個國會有調查權 我們國會的那是 可以形成的構成要件 構成要件哪裡不一樣 請說明 我們國會的調查權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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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根據他是585號解釋 他只是一個補充性的一個權利而已 他最多只是一個課罩罰罰罰 不好意思 請你針對問題回答 剛剛你說的是 法律要件不明確嘛 那我就問你 美國法的規範 跟我們刑法144條 141條之一 哪裡構成要件不一樣 這麼簡單的問題都回答不出來喔 過程要件是一個下界觀念 我們從憲法的體力 我們憲法的一個設計 不對啊 剛剛你不是說 違反法律要件明確性原則 我現在請教你 哪一個法律要件不一樣 你又講不出來 好沒有關係 美國法 國民部長不設計 來我們再準備 看一下多多法 德國刑法162條第二項 在聯邦或邦的立法機關的調查委員會為虛偽陳述 就涉及未經宣示的虛偽陳述而言 是用153條 153條的規範是什麼 未經宣示的虛偽陳述 三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讀信 這個是德國新發點的規定 來請教一下部長 這樣的構成要件 跟我們所通過的構成要件 哪裡不一樣 請說明 各位委員報告齁 德國並沒有執行 需要說要入罪的 執行的內容 他是根據執行證 是根據憲法徵修 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而來的 來我們再看一下 立法機關的調查委員會為虛偽陳述 我現在在請教你的 是構成要件哪裡不一樣嗎 你怎麼會成為一個法律的 德國並沒有執行當作入罪的一個流 而且德國是三權分立的 不是我們五權分立的 好 所以你今天的利潤 就是五權分立跟三權分立 還有那個執行 德國並沒有執行當作他入罪的一個 構成要件明確不明確 大家心裡對我八十 來我們接下來再看 你說無限期審查人事同意權 現行的條文有針對人事同意權的審查 設上限嗎 有嗎 可以不用設至少一個月 把它時間固定拉長 而且我的問題是 我們現行條文有設上限嗎 所以要符合比例原則 你既然不要上限 我們現行的條文有沒有設上限 不要設上限 就不要無限的下限 現在沒有設上限 你也同意嗎 現在的條文 是沒有設上限嗎 如果他可以更好 我當然接受 現在的條文有沒有設上限嗎 沒有嘛 所以按照你的看法 現行的條文是不是也違憲 只要沒有設上限 就是無限期 只要沒有設上限 就是違憲 我再請教的是 這是不是我們新任行政院院長的 我以為你為什麼不設上限呢 對嘛 所以你認為現行的條文也違憲嘛 來 為什麼不設上限 我們來看一下 2008年6月的時候 馬英九提名 司法院院長副院長 簽查院院長副院長 整個審查的期限喔 前後一個例行12天 一個例經19天 來請教一家院長 你認為符合民主程序嗎 你認為這樣符不符合民主程序 當年監察院的委員的行使 也是這樣子 所以你認為符不符合民主程序 如果 立法院大院真的要設一個好的 可以好好的來討論 要不要設上限 要不要設下限 這樣子的審查有沒有符合民主程序 程序要完整整套 這樣的審查有沒有符合民主程序 剛剛委員拿德國美國的 對不起我現在用台灣的例子問你 你又不回答 來我們來看一下 當初的賴清德是怎麼講的 人士同學哪 像趕壓趕機一樣趕 光評點資料就進行審查 這個要立委如何審查 一個月喔 所以好好的討論 你就說沒有設上限 就是無限期審查 我對於行政院 造謠聲勢 散播假訊息 這樣的行為 深感不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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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到了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